体育江湖我先说,今天我先说 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12月4日 在过去的一整天体育江湖,有哪些大事发生呢?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北京时间12月3日,中国足协在官网宣布 李铁向中国足球协会提出 辞去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主教练职务的请求 经中国足球协会研究决定,同意其辞职申请 聘任李肖鹏担任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主教练职务 而李肖鹏也成为了第一位 先后执教过中国女足和中国男足国家队的主教练 46岁的李肖鹏,现任中超武汉队主帅 曾是裹脚的李肖鹏出任中国男足新主帅后 可谓任重道远,将带领中国男足走出怎样的道路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北京时间12月3日晚 在国际雪莲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世界杯 芬兰卢卡站的比赛继续进行 在尼子族比赛中 中国选手表现出色 冬奥会该项目亚军得主徐梦桃夺得冠军 平昌冬奥会该项目同台得主孔樊玉 以获得亚军 本战赛事 徐梦桃的表现可圈可点 在昨天的比赛中 徐梦桃落地十分稳健 得到了99.49分的高分 夺得冠军 这也是他在新赛季的首军 北京时 本季英锦赛还有另外一场冷门 发生在斯诺克名将火箭身上 七届赛会冠军奥沙利文对阵凯罗维尔逊 在比赛在决胜局中仍无力回天 以5比6膝败 无缘半决赛 随着奥沙利文的出局 本届英锦赛也将会产生一位新的冠军得主 内地UP看热搜 先说你的观点 大家好 我是江湖up主 今日热搜 马龙说东京奥运国旗和曲旗合影很感人 12月3日下午 内地奥运健儿黄港代表团抵港 作为代表团的议员 乒乓球名将马龙分享了他的东京奥运感受 说东京奥运比赛时 香港队会去给国家队加油 乒乓球女团决赛后 国家队与香港队合影那一幕很感人 网友评论也说道 香港乒乓球队也很棒啊 因为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那就让我们一起加油一起进步吧 精彩比赛不错过 每日我先看 2021年休斯敦市乒赛刚刚落下帷幕 另一项世界乒乓球顶级赛事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世界杯决赛 也将于12月4日至7日在新加坡举行 9名参加市乒赛的国拼选手将悉数参赛 在首日的比赛中 中国选手王毅迪 陈梦 樊振东等运动员也将陆续亮相 央视体育赛事频道将为您带来精彩直播 敬请关注 体育江湖新鲜事 偏偏我先说 今天就到这里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